中国云南省历史 中国云南省丽江市的御丰寺 因为生长着环球第一树的世界山茶之王万朵山茶花而驰名中外 但是在云南 97岁的护花使者纳都 一生为了一棵树的故事更是家喻户响 御丰寺万朵山茶花 是两株不同品种的山茶相靠生长而成的 有五百多年树林 每年开花两万余朵 因此有万朵山茶的美誉 也是中国茶花的传奇 但是 纳都老人与山茶花的世纪情怀 更是玉丰寺的传奇 纳都老人今年97岁 首花首了五十多年 1958年 云南省政府认为 万朵山茶花是国宝 要派专人守护 纳都要求当守护人 失智与山茶相依为命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有一段时期 山茶树被视为毒草 惨遭砍伐 纳都伤心欲绝 冒着生命危险 挺身护花 为它治病疗伤 把它救活了过来 此后 它更是悉心看守 如今的万朵山茶花 树干光滑 树老不衰 枝繁叶茂 应时开花 但纳都老人 却以风筑残念 成为一个 为一棵树而活着的 茶树僧 茶树僧的故事 在云南广为流传 而茶树魂的故事 却在云南的布朗族 代代相传 布朗人以种茶为生 他们的祖先 把发现的第一棵茶树 视为神仙降下的神树 这是茶魂的最初由来 后来 他们把茶园里最粗 最茂盛的树 作为茶魂树 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的活动 如今的布朗人 依然守候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茶园 不准外人随便进入茶园 更不允许在茶园乱砍乱发 因为茶园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首领在临终的时候 留下了这样一个明月 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 怕遭这人灾害死光 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 你们也会吃完用完了 就给你们留下茶树吧 让子孙后代 起之不尽 用之不绝 接着为您播出 古井贡酒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